我本身除了是網絡電台主持人之外 我本身也有搞網上電台的 其實對於選管會的建議 選管會的建議其實是扼殺了網絡的言論自由 因為基本上原本的選管會規管的大電波廣播 就是為了這個平等時間的原則 其實原有的大電波廣播 因為頻譜的數量有限的關係 所以為了將有限的頻譜 可以給大家所有的候選人 可以有一個時間去發表意見 所以要由這個大電波廣播 設立一個公平平等時間原則 但是網絡是一個無限空間的 任何人你和我都可以自己成立一個網站 成立一個網址Facebook 甚至成立一個網台網上電視台的時候 為什麼要受到有關的規管呢 這個一種的規管的做法其實是一個不公平的做法來的 還有就是雖然說這個是指引 但是很多網上電台都要光顧 例如Web Hosting 或者Fonture Data Center 有Web Hosting Data Center的寄存 才可以將網上電台 不論是網頁和網站放在Data Center 或者是Web Hosting那裡的 政府不斷地規管網絡 不斷地規管這個網上電台和電視台 關於選舉節目的時候 其實會令到一些Web Hosting公司 或者Data Center都害怕 雖然這個是指引 但是他們都害怕 會不會是當有一間的網上電台違規的時候 會不會令到整個網上電台業界的生存空間 會受到影響呢 其實政府新的建議 甚至不單止是選管會 甚至是版權條例的新定義 其實對於網上電台的業界是有一定的影響 不是一定的損害的 當有一些Web Hosting Data Center 或者有個網站違規的時候 甚至被警方去調查 收起個伺服器的時候 或者會令到 或者說會令到業界對於Web Hosting和Data Center 對於網上電台的觀感 從而不敢接網上電台的生意 最終會令到網上電台 香港的生存發展是會越來越小 沒有人 就算你想搞網台也好 人家不做你的生意的話 你想搞都搞不了的了 所以我是認真地反對選管會的修訂建議 和反對一切的加強於網絡上面的一切的規管